现在这一艘船呢 就是要前往 袋鼠岛的船 然后等一下我们车子呢 也都会开上去 好大好大的船 然后会晕船的朋友呢 记得要买晕船药哦 药局就跟他说 你要那个 Motion Sickness Medicine 这样子他就知道了 好那我们现在要去Check in咯 那车上呢 大家已经都在排队 所有车子都是要上船的 车上留一个司机 其他人下车做Check in 现在呢 是我们大家的车子 准备要入船咯 他刚刚原本船上 满满的车都已经下来了 现在轮到我们要上船 然后我们也做好Check in的动作 拿好票了 那车上呢 只能有司机 司机要拿着自己的票 还有车子的 车子的票 那其他人呢 就会在登船口排队 在这边 我们的位置在小麦部的正前方 然后这个位置呢 可以直接看到大海哟 哇 我们现在船的正前方 正前方就是袋鼠岛 哇好美哦 我手机好怕 掉进河里啊 袋鼠岛了 哇 海底有很多的鱼 海水非常的清澈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Check in咯 哇 要过24公分 这个太小了 要放回去 好漂亮哦 它有刺哦 你们要小心哦 手不要被割到 是被割到的 嗯 这太小只了 但是好漂亮哦 拍给大家看 好舒服哦 好了赶快放回去 不敢 不敢 Bye Bye 长大 大蹄湖飞过来 嗨 嗨 大蹄湖上沟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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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第三次了 我妈爸爸 好玩 来来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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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好吃 好吃 放回来 接下来上钩的长得很像花石般鱼啊 如果有知道它是什么鱼的 欢迎在留言区 告诉我们 是什么 我们没有吃 可以吃吗 可以吃吗 是那是鱼的吗 不是 不是 噢 你很熟悉 这个鱼的 它是好吃的 那是一个好鱼 那是一个好鱼 它是24cm多的 是吗 24cm 對,我猜 沒想到,我們要測試 對 對,比你的手大 比你的手大 哇! 哇! 是什麼? 哇!夠大喔! 哇!夠大! 24公分 24公分嗎? 這個應該有了吧 哇!媽媽背小孩 好可愛喔 馬路上被撞死 那應該就是posen 哇!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遇到了一個河流 它河水還蠻豐沛的 所以我們打算釣竿 在這邊投放看看 看可不可以釣到什麼 怪物起來 哇! 釣到了 這個大小可以吃了 裝點水嗎? 裝點水 很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什麼尺寸才可以抓 我就不確定 銀爐喔? 銀爐欸 但這個不知道它能不能抓 其實沒有很大欸 那這種魚呢 我網路上查好像要大於 30公分才可以帶走 所以我們幾乎都放走了 如果有知道這種魚 叫什麼名字 而且要大小多少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們喔 到底是什麼 這個太小了 太小了 放回去吧 這怎麼掉 耶 直接脫鉤 你看 好啦我們放回去不要踩 都已經整個脫走了 還不捲起來 哇魚 耶 耶 呀 太小了 我們要放回去 哎呦 也論是呢 袋鼠島的河啊 都非常好釣魚 只是我們去的季節 不對還是怎樣 就是魚通通都太小 能夠帶回去的可能只有一兩隻吧 但是它的風景非常美 而且你真的可以很享受 一隻魚上鉤的感覺喔 所以來到袋鼠島 不要忘了也來河邊試試手氣 好啦 離開了好釣魚的河邊 我們驅車前往Vivong Bay 就是袋鼠島非常有名的釣魚生地 這麼透明 哇 我們來看 哇這海水 可以直接看到底 好透明的海喔 袋鼠島的海 好美喔 哇 太小了 太小了 這個是我們昨天吃那種花花魚嗎 對 很像 就是那個 但太小了 放回去吧 不好吃 大的很好吃啊 但太小了 刺多 沒啥肉 掰掰 再長大喔 這個應該可以吃吧 應該可以吃吧 應該可以吃吧 這個是不是就要大於30公分那個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你看看 你看看 欸 這個很大耶 這個可以 這個好吃 耶 碗超好多魚喔 這個好大隻喔 哇 這個好這個好 好大隻喔 石斑魚 嗯 讚喔 這一桶吧 好 去撈一桶水吧 去哪兒撈 還沒有走 白蒼 可以吃吧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這好沒有限尺寸喔 你們看一下板子上 哇是什麼 石斑 石斑 海石斑 有點小 還是能吃吧 這能吃 它沒有限尺寸 這沒限尺寸 但大隻是比較好吃啦 要小怎麼樣 好那放回去 我們從另外一邊放回去 沒沒沒沒吃到喔 小心 哇 掰掰 長大再來 很好吃 好好 也就是我剛才看到那隻 你剛才看到它 有啊有趣啊 這隻脫米其實算大 蠻大的啊 很肥啊 比我們以前釣的脫米大多了 啊這不是脫米 是沙門蟲 蛤 蛤 是沙門蟲嗎 蛤 是什麼 這個 太小 太小 蛤 太小 我們丟一邊 另外一邊回去吧 又是它 同一窩的 同一窩的 已經三次了 小魚 是什麼 小魚 大一點 稍微大一點 可以一樣嗎 吃了 可以給別人啊 什麼 太小了啦 放回去 哦 到底是什麼 吃白魚啦 我放了 跟那個差不多大小 我已經瘋了 剛剛我們昨天釣到了 就差不多大小 放回去好了 我們好幾隻了 都比他大 都比他大 希望很大 希望是大魚 到底是什麼 準備要揭曉了 石斑 大石斑 耶 這個好吃啊 耶 這隻大多了 耶 耶 消氣的我們終於打到一個蛋 釣到了 太小了 還釣到了一坨海草 哇 海草跟小魚 這魚也太小了 這魚也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剛剛那隻白色的小baby 太小了 太可以拿了 這什麼哦 這隻 好 趕快放去海裡 哦 好小哦太小了 啊 啊 怎樣 他扯進海草裡嗎 他扯進海草裡嗎 他扯進海草裡 好了 KINSCO 還有河邊 以及我們來的這個VIVON BAY 這三個地方呢 都一直有魚上鉤 那尺寸不合 丟回去 實在已經數不清楚了 太多太多 那最後 留下來 能夠當晚餐的哦 只剩下六隻魚 那這六隻魚呢 我們把魚頭剁下來 為了要 之後我們要來抓MARIN 就是 藍磨熬蝦 那藍磨熬蝦的影片呢 之前已經發布了 還沒看的朋友 可以去點來看 香噴噴 哇 超香的超香的 太香了 我覺得這有點沒熟耶 是嗎 嗯 太生了 你看 還是 這隻比較大 這應該再多熱一下 這兩隻 那兩隻如果熟了 就夾過來吧 都沒有 都不適合 確定嗎 好香 釣到了最大的那個 十斑魚 超嫩超香 好吃 寶貝 這個好吃 這個魚好吃 好嫩 我想吃媽媽給我的魚 我想吃十斑魚 那後來呢 後幾天啊 天氣都不是很好 釣魚的狀況都不太好 所以袋鼠島呢 天氣好的時候 真的很好釣魚 可是如果又刮風又下雨 實在是太難了 這麼冷的 天 因為今晚有可能會下雨 超級大的 很冷 好願意跟著爸爸走我們家弟弟 弟弟棒棒 真是好寶寶 我覺得現在躲在車上 好想下車 好想下車 試試看 但是有游泳 都被吃光了嗎 吃光了 放棄的時候 他就來了 耶 你吃掉了 我們要放哪 先放蟹籠裡嗎 放蟹籠裡 放蟹籠裡 三包胎 好我們來看一下 牛排 我有什麼不好的預感 哇 整個燒焦喔 沒有了 沒有了 你有加蜂蜜是不是 對對對 來來這個 可以把它撕起來 放這 先切切看 這個怎麼這麼大 我要看骨頭 好香喔 好香喔 加蜂蜜 蜜汁烤牛排 這也太豪華了 接下來攪攪 給我的紙巾 這裡有一張絲好了 這應該已經是露營的天花板了 先來看看 40分鐘 應該多了吧 要多40分鐘 好啊 我們每面放20分鐘 好 那就40分鐘 看一看這橫切麵 完美 哇 你看這橫切麵 完美 你看這橫切麵 完美 你看這橫切麵 完美 沒有太深 這個盤子夠他們用嗎 大家一起分一分吧 那你們就拿叉子來 這三個盤子 我直接切小塊 你們直接吃吧 對啊 你把它切小塊 放這個盤子 夠 好緊喔 在搶牛肉吃 好不好吃 哇燙喔 好吃啊 很好吃 很好吃 哇 很好吃 這樣吃 會不會再加點鹽巴 好啊 它更多鹽巴更好 我瞧瞧 看我嘗嘗 它蛋沒有鹽巴 超好吃 但是要加更多鹽巴 好好吃 灑一灑 你先切好一起灑吧 等爸爸 我們切好一起灑一下好嗎 還有胡椒 很好吃 好好吃 你不要一直偷吃 我們還沒少鹽巴 很好吃 很好吃 哦 完美 哇 你不要弄這個牛肉 真的假的很少吃牛排 通常都是來露營才會吃 在家一般都吃 中式的 露營吃牛排 特別有 滋味對不對 嗯 特別香 有氣氛 所以一年 一年吃一次 一年吃一次 你開 你可以拿 一人十張啊 Rystar 看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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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先 十 九 十 隔天呢 我們來到American River 這裡完全釣不到魚 但是有非常好吃的海鮮餐廳 在我們之前介紹 袋鼠島好吃餐廳裡面 有推薦這個地方 我們很幸運的是 在American River 看到海報哦 我們離海報那麼近 好可愛 牠一定累了 超累 所以大家來袋鼠島 來這個American River 這裡釣魚啊 吃好吃的海鮮 幸運的話還可以跟我們一樣看到可愛的海報在睡午覺 那這集呢 我們為大家測試了很多的Jetty 還有不同的釣點 有些釣點很好 釣到魚 有些釣點 一隻魚都沒有釣到 就給各位參考囉 那不要忘記 訂閱Jesse & Kim的頻道 這樣下次走過路過才不會錯過 還有呢 記得打開通知小鈴鐺 咱們下集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